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倔強的 倔強的愛情 當你可能還心裡面留一些餘溫 可是你又不想承認那個狀態 那可能就用過敏來掩飾自己 思念的那個感覺 對 那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一些經驗 就是可能 就是跟男生分手了之後 可能還留有男生的一些 比如說T恤啊 還是他的這個香水 對 然後我就會去噴他的香水來去想念他 但是就是我也不會跟他講 因為可能也覺得好像不是那麼合適 可是你又覺得就是 還是你相處了一段時間 你還是對他會有一些 還是會有一個程度的喜歡嘛 對啊 還是會有 所以你需要一點時間去慢慢把它 忘記或者是轉換成另外一種感覺 對 所以 當我拿到這個歌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 欸 曾經也有這樣一個過程 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面對受傷的方式就是 去一直聽一些傷心的歌曲 然後聽傷心的歌曲 然後他就大哭歌演起來 又是個美好的一天 對 我比較傾向這種方式 因為我覺得其實 就受了傷又怎樣 我是比較不怕受傷 但是可能是我個性的關係 對 所以 我希望鼓勵大家 但是 基本上每個人的個性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 我是比較屬於很 就是正面能量的那種 什麼是過敏 不是還愛你 我在每一個餐廳的時候 有唱過陶傑的歌啊 對啊 嗯 太委屈 對 太委屈 這個是很經典 我覺得 她是一個很懂得自己要什麼 然後很懂得生活 然後很有智慧的女生 對啊 因為我有看姐妹淘 對我常常看她在分享一些就是 跟家人跟先生跟小孩相處的一些方式 我就覺得她是一個很有生活智慧的人 對 然後 我很 我很欣賞她在教育小孩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也看她跟野人哥相處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也是 育膚之術很厲害 所以我也有偷取了精一點 我記得她也有講過一個就是 就是跟 如果夫妻之間如果有不愉快的話 就是一定要 就不能是不能過夜的 這個我記得 我也是有看她說過 還有就是像我覺得就是 我也有跟我先生講 就是我覺得男生跟女生不管吵架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 男生就是在整個外 就是整個的生理上面 然後跟整個精神狀態上面 他們都是 精神狀態不一定 精神可能是女生的抗壓性 可能有時候會比較強 但男生可能整個在整個生理狀態上面 其實他們是屬於比較 比較強勢的 對所以無論如何她是 一定不可以讓女生就是委屈 對 那可能她先道歉了 或她先跟我說話了 或先怎麼樣了 我其實這件事情就沒有了 就有說女生就是會有點小倔強這種東西 對啊 那我覺得這是 可能可以事先溝通 可以先跟老公說 我相信如果 可能你撒嬌跟老公這樣講 沒有一個老公會say no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我是不曉得為什麼 大家對於韓國男生大男人這點是比較強烈 可是其實我覺得其實 我可以講普遍來講 其實亞洲男生都比較大的男人 應該這樣說 但我想他們的大男人 大男人我覺得也不一定是好像就是 也不見得完全都是不好的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大男人 但我喜歡的大男人是會尊重女生 我心目中的大男人是 你會尊重女生 然後你會有肩膀 然後你會對於你的家庭生活 對於你的工作狀態 對於你的人生當中 你會自己對自己負責的 我的大男人定義是這個 對我先生是一個對自己跟對生活 然後對家庭就是 我們的生活觀跟價值觀是非常 我們的生活跟我們的家庭的價值觀是很 很相近的對 所以也因為這樣所以才可以一起步入到 婚姻這個階段 其實結婚後我算正式就是搬到收爾去居住 跟先生一起 那但是我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常常飛來飛去嘛 所以在飛行的過程我們就是視訊啊 不要超過一個時間狀態我覺得還好 但是也因為她的工作 因為她也曾經就是有在我們這個音樂的領域上面 她也明白就是我們的工作狀態 所以我覺得好這點是挺好的 而且她的她是marketing嘛 所以她比較能夠理解我的工作的狀態跟辛苦的部分 對啊所以常常就是她會在用她的角度來安慰我一些事情 所謂的心靈導師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在工作的每個時候我其實都會傳照片給她 對啊就讓她知道然後參與我這個moment這樣子 那她也是蠻貼心的就是她有時候也會突然給我一些surprise 就是可能譬如說她突然在跟我聊天發現我可能心情不是很好 那剛好她然後她就會打電話 然後就跟我說啊你趕快睡覺啊明天我們再通電話 然後就快有隔一天 然後我在就是有一天我在開會的時候 我就一直收到她的簡訊 說你在哪你在哪 然後她說你結束了嗎結束了嗎 我就想說這很異常因為她其實平常很少這樣 然後後來原來是她那天就飛到台灣來 就剛好她那兩天沒有工作她就飛來 就給我一個surprise這樣 就雙一座雙一座對 對對對 所以三不五十來一座 對 那那 對啊 但我覺得這就是生活夫妻之間的小情趣 對啊就是 我覺得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都應該 對啊都應該在這個生活的過程當中 互相給彼此一些小小的小情趣 用你們兩個人彼此的方式跟調 我覺得這兩個人的關係就是 可以一起讓彼此的生活變得更快樂 然後讓彼此的就是 不會影響到你原本喜歡的事情 然後不會影響到你原本的生活 會讓你的生活是更開心跟加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必要的 在婚姻上面的一個基礎 我覺得就我在這邊就很 真的很認真跟女生分享 就是假設你在兩個男女的交往關係上面 或者是在兩個人的交往關係上面 你沒有在這段關係裡面讓你更快樂 反而是讓你就是好像會困擾 然後猶豫 然後一直不停的配合 我覺得就可以好好地冷靜考慮一下 這段到底是不是你要的關係 為什麼 我眼淚流不停 我眼淚流不停 我眼淚流不停